食道癌或食管癌 就是在食管或食道中生长的肿瘤 虽然食道癌的发病率不比其他常见癌症来得高 但死亡率却不容轻视 这种癌症多数病例发生在亚洲地区 并以华人居多 2018年的数据显示 食道癌最常见于华人 接近半数的患者是华裔 其次是乌裔 接着是硬裔 及其他种族 食道癌的风险因素如 胃食道逆流 热食、饮酒、抽烟、嚼冰榔 其他与腺癌相关的风险因素如 肥胖、吸烟 家族病史 男性大量摄取红肉 蔬果摄取量偏低 撇开家族遗传因素 饮食和生活模式 是食道癌的最主要导因 频繁获习惯饮用太热的食物 和食道癌存在关联 因此不宜经常饮用太热的茶或热汤 另外 戒烟和少饮酒有助降低患病风险 保持健康体重 增加蔬果的摄取量 以及戒除不良习惯 都有助降低或避免患癌风险 爹烟和煮过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